自从哈里王子决定退出王室工作成员的角色,并与妻子梅根搬到美国,不仅标志着他们生活的重大转变,也让他有机会以自己的方式重新塑造自己的故事。 通过各种平台,从与奥普拉、温福瑞的揭秘性采访到Netflix系列记录了他们的皇家离别,哈里王子努力以自己的方式分享他的故事。 据英媒4月20日称,哈里王子叙述的核心是他对王室生活的坦诚探索,揭示了在公众视线中成长的挑战和复杂性。 在他的畅销回忆录,Spare中,他深入探讨了他成长过程中的情感领域,特别是皇家家庭中缺乏身体上的亲密。 回忆起自己与父亲查尔斯国王的关系,哈里王子透露,他的父亲像许多王室成员一样,在情感上并不外露,即使在痛失母亲戴安娜王妃的时刻也是如此。 当戴安娜王妃不幸去世时,哈里王子回忆起父亲只是轻拍了一下他的腿,当时他正告诉他这个令人痛苦的消息。 这种情感上的克制不仅限于哈里王子与父亲的关系,还延伸到他与其他家庭成员的互动,包括他的祖母伊丽莎白二世女王。 回想起他们在女王惊喜庆典期间一起参加的音乐会,哈里王子回忆起自己有一次有冲动拥抱他,但自知这在皇家礼仪中是不合适的。 哈里在回忆录中写道,看到他踢着脚,随着时间摇摆,我想拥抱他,当然我没有,因为这是不可能的。 我从来没有这样做过,也无法想象在什么情况下会做出这样的行为。 这种缺乏身体上的亲密之意义,在哈里王子与创伤专家家伯,马泰的对话中得到进一步强调。 马泰博士对哈里王子的回忆录的评价,凸显了情感剥夺的普遍主题。 尽管外部特权存在,但缺乏温暖的接触,成为哈里王子在他成长的年代中的一个令人心痛的标志。 在与马泰博士的一次直播活动中,哈里王子讨论了自己打破这种代际,情感克制的承诺,特别是作为一个父亲的角色。 他强调了,给予自己的孩子充满爱和关爱的重要性,认识到保护他们,免受自己童年时经历的创伤的责任。 哈里解释说,对于自己的孩子,他努力打破这种拘谨的代际趋势,作为一个有两个孩子的父亲,确保我用爱和感情关怀他们,而不是让他们窒息到他们无法忍受的地步。 从某种意义上说,作为一名父亲,我感到有巨大的责任,来确保我不会传递我小时候所经历的任何创伤或负面经历。 通过他的回忆录和公开活动,哈里王子邀请读者重新考虑力量和韧性的概念,强调了脆弱性和人类联系的变革力量。 通过摆脱皇家礼仪的约束,哈里王子成为真实性和同情心的象征,重新塑造了他生活的叙述,并激励其他人拥抱自己的真实。 此外,在女王去世后,卡什家族就越来越强大,在卡米拉谋划和查尔斯的默认下, 他们不断出席英王室公开活动,那是全家七七出动,不露任何艺人。 卡米拉的一双儿女,她的五个孙辈,在这两年是频繁刷脸,终于在媒体面前混了个脸熟, 还有不少小道消息传出,他们入住白金汉宫是迟早的事,也是众望所归,不得不说,这些都与卡米拉脱不了干系。 2023年5月,卡米拉终于坐上了宝座,加冕成了货真价实的王后, 剧掉了她引以为耻的半非身份,让她一直得意至今。 而她的卡什团队也在典礼上大放异彩,不再隐藏他们的野心, 脸上傲慢和得意的表情,将他们心思展现得淋漓尽致。 自此后,他们就没有再在意外界的看法和评论,一心一意为进入王室做好准备。 当然,这一切都得有个会谋化的老妈,在英女王去世后,卡米拉就将计划提上了日程,只欠一个东风,她就马到成功,没想到小三罗斯倒是助了她一臂之力,让她得来全部费功夫。 只能说,查尔斯对这个女人是真爱,可以包容的她的家人,也毫不吝啬付出自己所谓的父爱,当一个现成的老爹。 在长子威廉和凯特的婚礼上,她让卡米拉的孙女当上了花童,而且还亲自抱着这个小孙女,站在白金汉宫的阳台上,让卡米拉非常满意,旁边凯特的老妈卡罗尔,看得是一脸的尴尬和小心翼翼。 那个时候,她担心起了凯特,看着查尔斯的举动,就想到了女儿未来的日子不太好过。 继母婆婆的伎俩,年轻的王妃定然是难以应付,果不其然,仅仅十几年的时间,凯特就在这场王室大战中,消失的是无影无踪,当然这是后话。 当年的卡米拉能拿捏王子的心,手段当然是非常高明,除了有高的情商外,还有一颗温柔的心,她成了她的结语花,看了卡米拉的女儿劳拉便知,年轻的她颜值也挺高, 在家之查尔斯没有女儿,定然将这个美丽的妓女视为亲生,不断给资源和人脉,让卡米拉是乐开了花。 不是公主,却有着公主般的婚礼,在她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刻,王室成员都一一出席,给足了她脸面和荣耀。 查尔斯对这一家子也是极度的宽容,王室的活动。 除了邀请卡米拉的子女外,还让前夫哥安德鲁一起参加活动,一家四口其乐融融,全家福那是分分钟上演,看得出,只有在这个时候,卡米拉脸上的笑容才是最真实的,不知一直是恋爱脑的查尔斯,内心的感受如何呢? 为了让自己计谋得逞,她还主动放出了新的信息,那就是她与查尔斯斯生子露面了,也就是她生下过王室的血脉,而且还大过威廉王子,是实打实的长子。 旧文一下就被翻出,称这位与查尔斯和卡米拉有几分相似的男子,生活在澳洲,寄养在一个普通家庭。 她的此举显而易见,为了稳住自己的王后之位,给家人争取最大的利益,她不遗余力放出了混淆视听的信息,这样也让身处水上火热的威廉,添上一份危机感。 可以说,卡米拉深知谋略和算计,知道王室每一个人的软肋,没有凯特和威尔士三宝的助力,威廉已坐如针毡,而多了一个王位继承人和竞争对手,更会让她乱了方寸,如此一来,她就有了更大的胜算。 现在的卡米拉王后,除了凯特王妃,其他人应该是很难阻止她,毕竟她掌握了英王室的秘密,而且她打得威廉是溃不成军,连一向注重王室生育的安妮公主,都无法与她抗衡。 如果威廉王子没有其他人的助力,还不反击,卡米拉就会如愿以偿,成为最大的幕后boss,不知英女王对这一切怎么看呢? 会不会后悔离世前的抉择,将这个女人赚了正? 另外的一则消息是,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堂弟肯特郡麦克尔王子尽管在英国保持相对低调,但她的财富已经达到了3200万英镑。 肯特郡麦克尔王子于1942年7月4日出生,尽管出生时是王位第七顺位继承人,但现在已经排在继承顺位的第52位。 和其他许多王室成员一样,王子参与了大约100个慈善组织,平均每年为慈善事业贡献约200项公共工作,这些活动都是由她家族的基金资助的。 她对交通事务的兴趣以及对俄罗斯的热情都是众所周知的,其中包括她带领宾利汽车队从英国的布鲁克兰博物馆驶向莫斯科,为基金会筹集了超过25000英镑的善款。 迈克尔王子的净资产令人惊叹,超过了安妮公主、凯特王妃和爱德华王子的总和,三人的财富分别为800万英镑。 在伊顿公学度过的年华,成就了迈克尔王子不折不扣的语言学家身份。 除了娴熟的法语外,她还能轻松运用德语和意大利语,堪称是语言三七才字。 更为难得的是,她成为了皇室中首位深谙俄语的成员,还能胜任俄语翻译的角色。 伊顿公学的学业完成后,她踏上了桑德赫斯特学院的求学之路,紧接着她又投身军旅生涯,一期长达二十载。 迈克尔王子的血脉可以追溯至肯特郡,更延伸至俄罗斯罗曼诺夫王朝的尾声。 她的祖母与尼古拉二世有着堂兄弟关系,使得迈克尔成为了俄罗斯末代沙皇的堂兄。 然而,在与德国女爵玛丽·克里斯蒂娜逢赖布尼茨结合之际,她被迫放弃王位继承权,但后来又得以恢复。 肯特郡的迈克尔王子和夫人育有两个子女。 长子弗雷德里克·温莎勋爵毕业于牛津大学,现为一名银行家,而女儿索菲·温克尔曼则是一名备受瞩目的电视明星。 她们的女儿,加布里埃拉·金斯顿夫人,嫁给了已故的托马斯·金斯顿。 2002年,一组议员调查了王室的开支以及其价值所在,迈克尔王子和妻子的生活安排备受瞩目。 为此,迈克尔王子于2006年出售了一座价值575万英镑的房产,夫妇二人如今居住在肯兴顿宫内的一处较小公寓中。 这对夫妇也于2023年5月6日出席了查尔斯国王的加冕典礼。 除了偶尔亮相于王室场合外,迈克尔王子还投身长达数十年的军旅生涯,并树立了崇高的慈善典范。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你对王室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评论区留言,我们一起探讨。 别忘记订阅开启小铃铛哦。 小编在此万分感谢你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